这是你作风之前的儿童肠 给大家看一眼 就咱们这个真是满满的肉 看一下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肉质 纯肉的 咱们这个精品红肠 肥肉相肌 这个都是采用的后腿肉 看一看 哎呀 那到底 10月24 4点 4点 咱们这个进入冬季 这个 感觉特别乏 起床特别费劲 每天这时候都走了 现在就是说 这个调整不过来了 带户有点太勤了 话不多说 咱们去工厂 给大家去带个工厂 那个新鲜了 是不是 哎呀 我得赶紧走 大道上 4点半 一个人没有 现在冬季 这就来了 哎呀 这天亮得特别晚 你说这要是下大雪 到时候 我就去工厂 怎么扔 我记得 现在我一想脑子都疼 路太远 知道吧 工厂到了 到工厂了 看咱们的货是咋样 看起来 这人 哈喽 这货的不少 这都是即将上咱二斌 餐桌的这个手食 看一看这亮度的 这啥东西 敌了八卦的 看一看 精品红肠 刚出来的 看一看咱们这个 都是伯木熏制 看一看 多少 就是说咱这个红肠 都是这个后腿肉 非常活的肉 咱做这个红肠 就是后丘肉 是最好的位置 然后呢 跟这个价钱 也绝对有关系 咱这精品红肠 是肥肉香肠的 吃起来口感 特别好吃 纯纯的肉 没有淀粉 纯纯的肉 这是刚出来的 你看一看 低了八卦的 这家伙一大车 这个也是 咱每次 就是说出户之后 都需要称重 这个位置 就是说是称重的位置 看一看 这一下子是多少斤 是100多米 这个是儿童肠 给大家看一眼 咱这个儿童肠 在外观上看 要小一点 黄油油的粉肠 也在静静的 等待着咱们 这个作风当中 今天这个货量 也非常大 不论是厂子出铺 还是说咱们的 要货量 都是非常大的 今天这个三四架 那边也是 看一看 都是 咱这个新出来的 这个东西 一点添加剂没有 而且口感 也特别好 就是说女生和孩子 寻院吃 你看一看 就这个粉肠 你吃起来Q弹 入口 就是说非常香 看一看 这啥东西 这个家 这一架架子的 这是松江肠 也就是茶肠 咱这个哈尔滨 纯纯的特产 就这个一根 都感受我大腿肚子醋了 就咱那个茶肠 你知道吧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吃 然后这都是新出来的 一会儿给咱们拿走 咱们一会儿切开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也是儿童茶 这个咱现在 已经进入框里了 就是属于住库了 看一看 咱就是说 这个儿童茶 纯瘦肉的 而且都是采用的厚秋肉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咱那个都是果木形质的 就是大家你看到什么 最后你收到的 就是什么 不会差样的 再看一看这个干肠 咱那个市区的专门店卖的 都是散装的 散装肝肠 看一看 这个就是没缩风的 而且咱那个肝肠 都获过世博会惊奖 就是说你这个肝肠 你吃起来 特别耐吃 越嚼越香 有一股酒香味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现在我录像的时候 它这个香味就能飘出来 拿出鸡子 这个满满的椒烟蛋白 你看一看 有没有那种 想咬一口就冲动 这肉糊了 真哎呦我天哪 我现在录像真饿了 太早了 还没吃饭呢 就录这个美食 我跟你说 我真是馋死了 真想咬一口 咱那个椒烟蛋白非常多 而且它这个筋质也好 每一个咱们选用的 这个全是前提 吃完之后挠钱 大家 这个是鸡丝卷 咱的鸡丝卷 外皮都是鸡蛋液包裹的 里面也有猪肉和淀粉 咱跟粉肠肉的差不多 也有少量的松仁在里面 咱哈尔滨的这个饭店 或盒饭 都愿意把米饭 上来切几片 咱这个就是说鸡丝卷 看一看咱这个猪头肉 怎么样 还带拱嘴呢 这家伙 静静的等待着 咱们一会儿给缩锋 咱这猪头肉 你看一看 就是说这个肥而不腻 你切完了之后 咱拍个黄瓜 是不是 老好吃了 咱这个猪头肉在工厂 都是成片出的 就是说这一片 大概一斤三两到一斤半 然后尽量咱们就买一片 因为你要是买一斤 那情况下 有的就是没有这个猪饼 咱这个现在 就在现场的时候 真是 有一个控制不住 真香啊 这小鸡 咱这小鸡27只 给大家看一看 这都是刚出来的 咱们这个反馈量很好 这个小鸡 就是说一家三口 尤其是孩子 都特别愿意吃 这个还是比较有嚼劲的 你看一看 咱这小鸡 这个没错峰之前 给大家录一下 就是说看到什么 最后就收到什么 油网网的 这都是刚出来的 我现在我真想咬一口 就是说咱这个 录这个美食 我的时候真是控制不住 但赖喇叭的小组也出来了 这一架架子的 这小炮弹似的 圆溜溜的 真是咱这个东西 新出来之后 你看着和吃着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而且咱这个东西 你看新出来的 一点参加剂都没有 就是说这个口感 真的非常好 这都是刚出来的 咱这个都是满满的大块肉 里面还有松仁 咱们就是给大家 拿一个新鲜 就是说新鲜出炉的东西 第一时间给大家发走 这就是我的任务 给大家录制 就像咱们在身边一样 这个没啥区别 咱这个蜜汁鸡 也是把握成一个 这个第一次 这个有找我要的 他们在网上买过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 咱这个还是相当合适的 给大家看一眼 哈尔滨特产 哈尔滨红肠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松江肠 刚从货架上拿下来的 也叫茶肠 咱这个外面是枣红色 里面是带白胡椒和黑胡椒的 一会儿给大家切开看一眼 肥肉香肌 这个咱炒菜吃 还是说做冷盘 还是很不错的 咱这个是精品红肠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就是塑红好的 精品红肠是肥肉香肠的 这个是儿童肠 儿童肠是虫瘦肉的 咱们这个红肠啊 全部都是采用的后臭肉 吃起来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通肠和这个精品红肠 外观上一区分啊 看一看 咱这个儿童肠要短一点啊 你看这个没做很好的 人家工人忙上了 人家那边又生产去了 所以说没有人给咱做风了 一会儿咱们自己做风了 这些你看着 哼也得有二桌袋的 一大四根 你看一看 这里的群世都没招的 来这个 这是黄油的粉茶 这一根10块钱 反规量非常好 这家我一框多 咱这五香小熏兔 就是你吃了 绝对耐吃啊 咱哈尔滨里 他家也是最便宜的 而且口感 我敢说能排千一二 什么郁昌家的39 这都跟他比不了 真的说实话 五香小熏兔 看一看 咱这五香小熏兔 就是说 这个肉质非常嫩啊 这个吃起来绝对的香 大家都知道 这兔子没啥味道 但是你知道熏兔吃完了之后 这个兔子的口感非常好吃 咱们这个孩子和老人 特别愿意吃这个熏兔 就是小贵啊 这一只兔子 然后咱这个猪头肉也好几片啊 看这猪蹄子也有一大框 这是松花火腿啊 咱松花火腿 你说你吃起来 这个是无敌的啊 没有一个说他不好吃 就是说这是正品 卖啊 八个钱一个啊 今天你看这多少 一大框 这个是鸡丝卷 呃 赖了八吉的小肚 这也一下吧 这都是大块的肉啊 还有咱们这个 咱火鸡喇的 咱火鸡喇的 就是说一体 耐得都很好 小贵就是老人和孩子 哎呀非常爱吃 咱们这个都是 近期的生产啊 看一看 十月二十二号生产 它这个里面啊 是锡箔纸包的 咱这个汤汁啊 都入骨髓的 这个非常软烂 只要有嚼头的 咱就吃成五香熏鸡 咱们一只鸡嘴 今天也要了好有热 八个钱一个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 看一下多少钱 我最喜欢吃的干肠 这个干肠 你吃起来 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 很好吃啊 而且非常耐吃 你就是你打开一个 你不知不觉 女士 咱那个大半袋都能下掉 很好吃 而且咱那个 都货过世博会金奖啊 看一看 这个老汤汤腿 肉就是净一头的啊 就是你顺口锅 吃是没质的 今天两万多的货 这个都是家人的啊 对我满满的信任 就是说 为啥每次给大家 起这么早来工厂 第一啊 咱那个东西呢 看得着摸得着 第二呢 新出炉的 中间呢 什么过程咱都能看着 没有一些隔天货啊 或者是陈提货 给咱摻理 第三呢 咱那个一点添加剂没有 就是说到现场呢 让大家看着也放心啊 咱最后一根松江肠 这个都是切好 马上就给大家塑缝的啊 咱这个肉质 非常解释这个肠 而且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肥肉香肩啊 咱这个松江肠 也叫茶肠 是俄罗斯那边的工艺啊 它这个口感呢 吃起来特别好 因为它这个有胡椒粒 这分黑胡椒和白胡椒组成啊 咱这个有少量的淀粉啊 起到粘合的作用 因为这个肠本身你惯制 它这个都得需要几天量制 然后才能这个给大家做 这个已经全部结束了 今天呢也是满员的啊 就是150单 那没有了 这都是咱的这个所有的货品啊 咱这套餐还是很多的啊 然后呢 我新进来的小伙伴 为大家看一眼 这个套餐都有什么啊 咱看看这个一桌子 满满的一桌子 都有什么东西 这个五香手薰筋 非常耐吃这个 鸡丝卷一个 精领红肠一段 猪蹄子一个 咱茶肠一段 半斤肝肠一包 如果满200啊 咱们就会赠送一个松花火腿 这松花火腿 这个是外侧的鸡皮的 里面是松花蛋 特别好吃啊 就是说有鲜吃的 有可以冷冻的 你看像这样的肠 还有咱这个肝肠 小筋 猪蹄 这都可以冷冻两个月以上 然后剩了这些 咱一个星期都不到 就吃没了 就这几个 一个星期不到啊 这就没有了 没事了啊 又缺了一个猪蹄子和鸡丝卷 然后呢 咱刚才切的这个两段茶肠 咱们一共就切啊 有的时候我喜欢啊 这个下单接单都到这个凌晨呢 所以说 就是这个 给忘写了啊